一 二 三 嗨 哈哈 今天整天摄影融 我跟徐蔔ires也好想要一起讼 那就好 啦 這一排算一下 好啦 現場誰真的讼 對呀 好像要 沒有那個時候要這樣 有人坐過牢嗎 他們不能在這裡講 有沒有像犯錯 然後要被剁手指之前 那個開工審會的時候的唱片 你覺得誰看起來最懂的 我第一個當然會怕榮祥 因為他就是 我已經笑成這樣子 我已經笑不知道該怎麼笑了 好像高姐比較像是 要被派出去殺人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一下 跟各位講一下你知道嗎 猴島啊 這麼喜歡他 當初以前找他拍很多戲 你知道我問了人家說 為什麼猴島 我也沒有問他 我也沒有問猴島 有一個朋友跟我講 他說 不知道為什麼 就猴島講 不知道為什麼 高姐的臉就是很狠 一直很 他不笑的時候就這樣 所以他非常愛他 所以他的形象 讓人家覺得就是那種很狠 其實他私底下很搞笑 可是他竟然是一個 很虔誠的佛教徒是不是 是的 去年回憶隊 然後 那是因為有小孩 你怎麼會接納你 緣分到了 那個 你前面所做的所為有做懺悔 可是你混過吧 我啊 其實沒有 沒有 就沒有正式加入過嗎 沒有 所以你只是 白白長得流氓臉 是不是要白白長得流氓臉 被一個黑鍋的意思嗎 小孩就是浪費了 對 是不是說你只是長相 可是其實沒有做什麼狠事嗎 沒有沒有 啊 對 所以你跟榮祥不熟嗎 跟榮祥其實滿熟的 所以他在騙我們 他怎麼講 他不是說騙人 他是說其實他跟很多大哥都很熟 對 都是好朋友 可是他本人沒有朋友 不是 他其實不是 就是真的說加入 但是他跟很多 真的是跟很多大哥都很熟 好 那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現在有五個黑衣人 拿鐵棒進來打我們 他會救我們嗎 會啦 怎麼不會 我覺得如果我們被黑衣人攻擊 因為他黑衣人嗎 沒有 沒有 因為他真的是身手很敏捷 真的嗎 李柔 妳今天戴了一個 我眼睛快要瞎掉的錶來 妳 妳 妳是 妳是為了證明妳在道場的地位 沒有 那是真的還假的 那是真的 因為打牌打到剛剛 也沒想到 就 打牌打到剛剛 終於就知道了 OK的了 李柔大哥你會為了救我們 還是你會為了保護這支錶 我會趕快先把錶拿下來 再救我們 先幫我按照你 對 可是如果說你的劇組 跟就是小流氓起衝突的話 你現在 以現在你應該會躲開吧 我就先問他吃飽了沒有 他是哪邊的嘛 就先溝通一下對不對 不用先動手 沒有什麼事情不能處理的啦 一定要動手嗎 不是 可是像那個北京那個 剛剛昨天才來 黃維德他們啊 那個就是 那個等於是有一點人家硬要的嘛 那北京怎麼辦呢 不是 你人在外 人在外 你不像在台灣嘛 在台灣你 反正我們全台灣都熟 可是你在那邊 那你怎麼辦呢 你跟他們劇組去處理啊 是不應該跳下去打對不對 自己不要出手 那你就先落跑嗎 當然不會落跑啦 那就 人家找你啊 對啊 那你在現場 你在現場就要幹你啦怎麼辦 那就弄幾個算幾個啊 好啊 要不然怎麼辦呢 還是會打下去 要不然怎麼辦呢 已經遇到了嘛 所以我覺得男生講話 真的很幼稚耶 什麼變幼稚耶 沒有 就是因為要是我們女生 遇到那個情況 我一定馬上回到飯店 然後呢 就趕快打電話跟別人講說 欸 現在再打架 趕快去處理一下 人家已經把你團團包圍住了 不是男人幼稚 是男人不得不 不得不 人在江湖 怎麼可以 沒意氣 對 蘇拉摩蘇丁啊 所以你們主張就是先好好談 先擋啊 你全身而退 你說你自己OK 你自己很精壯 你海軍陸戰隊厲害 你一個可以打兩三個 問題是其他劇組咧 還有導演啊 還有什麼他不是 不是這種那麼厲害 你怎麼辦 你要先顧到大家以後 好 我跟你講 你剛才是今晚是怎樣 強龍 強龍不一樣地頭石 對 所以你的沙巴是誰帶來的嗎 沙巴是誰帶來的嗎 我現在讓他推進來了 對不起 他這樣做 他這樣做 我們當場兩個人像左右互 沒有 因為這個椅子真的 對不對 不是 我跟你講真的 蘇拉哥你贏了今天 後氣派 不是 我沒有對各位的前輩有所污衊 只是說這個椅子 我真的只能坐半個屁股在裡面 很不舒服 你上次來有坐過這個椅子嗎 我上次 我上次不是坐這個 我上次坐高的吧 是坐高的 對 這個做得很不舒服 你如果有個問題 就是打架的時候 如果碰到塊頭很大的人 是真的會害怕嗎 以我來講啊 就是我 不是為了打架來打架 好像吃飽撐著人 無聊 可是我真的遇到了 那就 要試試看 如果真的已經是走投無路 一定要打向榮祥大哥這個你 你還是會下手嗎 會啊 一定要 因為我不一樣 我練過 你打得過他 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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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現在是在當場 對 不是…我跟你講 其實你這樣 還有比我們更大的人 對 像我跟那個 秦歐洲一起拍照 他高我13公分 他跟我一樣重 你覺得打得過嗎 未必 真的 我們不一定的 因為你看那種很多世界上 那種個子很小的那種 你說他酒量好不好 他很不好 沒有 他可以喝很多 跟我喝差不多多 那他就是贏了 不是說以三才大小來講說 那你其實厲不厲害嗎 我 其實啊 我柔道三段 對啊 可是打架的時候 真的使得出柔道 使得出啊 怎麼會使不出 對啊 可是大家一陣亂打 你哪來的功夫還 哪來的先反這些 先… 你覺得這個場合已經不行了 你就要先發自人 這是打 這是對於這種 我覺得我的概念 就是對於這種 學舞的人的這種態度 就是說你如果已經不行了 你覺得這個已經不行了 你就要先動作 手刀特拚 反手刀 不過我想我有一個疑問 你柔道三段 可是那個時候是需要扭腰要轉 現在他轉得過去嗎 可以啦 你很靈活耶 你真的還可以耶 什麼東西 他搶工啊你 你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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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請你跟李羅大哥 兩個人交一下 就譬如說 你們出招的時候 要怎麼樣那個 不是 其實不要這樣講 就是說 應該說女孩子常常被欺負 我們應該想說 女孩子被 被人家搭訕的時候 或是幹嘛 你已經覺得受不了的時候 你可以攻擊他 教這種比較有用 這個你也會 這個是很簡單 最簡單的 好啊 那你教一下好不好 所以S要當被搭訕了嗎 這個要 那劉俊要你要當搭訕了嗎 自己搞一個題目很爐 對不對 好 一般來講後面有人在 欸 小姐 對 不是什麼事 好啦 你要弄我了 我也搞錯了 應該你弄我 先生 你不要太大力喔 我不會 你那個隨便弄 你忘了以前我們演戲的時候 我有一次跟他在演戲 隨便弄一下 他一聲我說哇 斷了 他說沒有沒有還好 他在戲中強暴過我 這件強行嗎 都啊 你可不可以讓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 預備 最多是 最多是這樣子 就是很多是這種 欸 小姐這樣子的 好 那我就 你就 欸 先生 哪裡來的 不是啦 因為我怕把你弄傷 他要弄你手背了 欸 這樣子一個 你馬上就變成 你的手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你順勢這個手就可以 這樣子 而且你可以抓到大拇指 直接把他這樣拉過來 不可能有女生會這個的喔 我跟你講會 會 真的會 這是 而且這是最簡單 這是最輕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人 你這樣子搭的時候 你不會要用 這是很簡單的力量 這是很簡單 而且那個人是很難很難 OK 他是沒有辦法 我下次拿那個王偉忠試驗一下 可以 因為他很喜歡過來 這樣子的女兒啊 怎麼樣 對 你常常就會把他手背弄斷對不對 會斷 會斷 但是你要 就是要 最主要是你這樣一弄起來 他會變成這樣的時候 你就把他往下壓 還有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比較 就你還 大哥 你先搭上我一下 我來 李佳穎來 李佳穎來 李佳穎你用剛剛那招 我先 我先 你先示範剛剛那個 那好 我會害怕 不要怕 你就因為他練過的 OK 那我吃了 小姐 沒有搭到 沒有搭 對 你弄他恰恰的嘛 這樣不行 你那個手要伸到他整個 板子裡面去 對 那還要看歹徒怎麼勾他 這樣嗎 對 因為有一種 他這種是另外一種 就是你 他是反的 對 有一種是像他剛才這樣子 就是抓到這樣子的有沒有 這種 抓到這裡怎麼辦 這也是啊 也是一樣啊 不是不是 手過來就開始 抓這個 往外 對啊 我講的比較簡單 因為女孩子通常會比較瘦弱嘛 對不對 那有時候你會遇到你的體型比 大好幾倍 就譬如說你若遇到 像我這樣 那怎麼辦 對啊 好 通常有時候如果說往後面抱 人家會這樣抱你的時候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們抱會 對不對 那種就是你不要掙扎 你掙扎也沒有用 因為有時候 也是 也是可以啦 對啊 所以他一抱你就立刻 只有 你就喔 我跟你講你就在原地 你就軸心就好了 你知道嗎 你就把它站穩 事實上你就站原地 你只要原地轉就行 不可能 你相信我 不可能 相信我 因為他抱你抱人緊的時候 你自己抓好你的重心 你這樣轉人家 人家是會摔倒的 真的 來示範一下 你不信心喔 你不信心喔 你不信心 攝影師 攝影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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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真的啦 我跟妳講 沒有沒有 我跟妳講 我跟妳這樣抱 然後他轉過來 不就跟我面對面然後我就 不 所以他一定要站直的 他不要晃 你只要 你只要一轉 他一定被摔倒的 你剛剛明明是自己在翻好不好 對啊 你試試看 好 要不要 要不然就 那你抱我 我一轉就好了 輕輕轉就好了 那我等一下被摔倒 沒有 那你抱加一人 要抱緊喔 要抱緊 因為你一定是抱緊的狀況 你沒抱緊啦 可是還是會甩開啊 對 而且你幹到人家拐子 她是靠拍子 所以好 可是我覺得女生的最大問題 就是在那個時刻沒有辦法鎮定 對 對 一定會叫 一定要叫 每個通常會怕 妹妹 你其實要四兩波千金 哪沒有那麼 你跟我講 這四個 這四個哥哥你最怕誰 我會做 如果在巷子裡面 你遇到誰會覺得很害怕 榮翔大哥 因為體型真的差太多 一看到體型就害怕 他才來人很好啊 其實我們這種就很慘 從小到大要跟人家 要跟人家扁脫的話 都是被人家客難犯 因為喔 你知道就是個子很大 人家一定不會一個來找 你一定是找一票來客人 這樣嗎 所以很慘 所以就從小練就那種 少林寺十八頭的那種 一直被打 不是說打回去喔 是可以擋到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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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回到ISP 後面又一包這樣子 好 嘉義士 你好 我們今天邀請了四位大哥來呢 需要聽他們講一下 關於義氣的這個故事 台灣現在很多人 講就講義氣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可能搞錯 就比方說 同學的馬子被搶了 然後就拿刀去尋仇 對 那今天這四位大哥 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他們對於義氣的定義跟故事 康熙今天來的不是壞人 來的是一群有血有淚的鐵漢 要讓大家來聽聽看 他們在朋友有難時 義氣相挺的故事 聽完故事後 你出事時最想找誰幫忙呢 其實你如果還沒有談故事之前 你如果遇到狀況 你會找誰幫忙 我覺得我會找劉大哥或者是李羅大哥 他李羅幹嘛 因為我覺得李羅感覺就 好像真的會 如果答應的話 就真的會把事情處理好的樣子 嗯 那倒是 不找榮祥是因為 我覺得榮祥比較感覺 會說大話 你不應該會很大 講話都是大 沒有啦 妹子大 我就說好像可能會說 沒問題交給我處理 然後可能自己最後沒辦法 結果飛到你 然後高潔大哥 他是現在完全就是修佛 是沒散步 他不太會管你了吧 我在想 OK 以前我很怕高潔 就你以前眼神很酥啊 笑了一眼 可是 那可能那個 你只是長這樣 你真的不是再生氣對不對 他很可愛 他實際上很好笑 我以前也有一次 在舞梯遇過高潔大哥 因為我覺得在那個場合遇到他 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就怎麼可能他會去那種 年輕人去的地方 然後就大家聽音樂 跳舞跳得很高興 他就立刻 在那個欄杆那邊這樣子 隨著音樂吶喊這樣 勾發勢子 然後 喊完之後 我們就這樣 然後又繼續跳 然後在那邊要默默瞟著 還有 打開正想跟他講一下的話 她還滿有年輕人的味道 可是又有點乎 那一次我有影響 碰到小A lived 我打招呼 我說欸 那個CD CD那個時候可能很HIGH吧 她 她她的回應是 欸 欸 杰哥 我也覺得是你這個人提 然後你那個獅子吼是快樂嗎還是 獅子吼應該大概我有狀況啦 我不能 太嗨 他最太開心 我有狀況 他最太開心嘛 對 好 我們就要聽四位來賓講一下 他們曾經遭遇過的故事 接下來是工作人員初選的 第四名 關洛英 你那個故事沒有Ending耶 啊 就還在持續中嘛 還在進行室 所以請問你真的關過洛英喔 關過啊 所以真的看得到東西嗎 我沒有辦法啊 你看不見 就是沒找到人啊 可是你有找到別的東西嗎 沒有啊 請告訴我們為什麼你要關洛英好嗎 我有一個高中同學 他跟我就是那時候連 好有猛冤而死 李羅誓言報仇啊 他說 你一定要替我報仇 後來他跟我抓完握手 講完那個話 他是流著眼淚講的 第二天就真的死掉了 你那時候幾歲了 啊 你那時候會幾歲了 你那時候三十幾歲 三十幾人在叫你報仇 你現在還是會去報仇 這十六歲了 真的笑 真的笑 好可怕 我有一個高中同學 他跟我就是那時候連吃住都在一起了 他是好人家小孩 那我是反正就是爛土嘛 以前那個時候 然後 他後來到高中畢業到持續到 到他掛 我們都還一直有聯絡 而且還有生意上在一起合作 然後他是很好的人 突然間就是有一次 有一次之前就好像嘴巴有什麼 一點小問題啊 好像有破皮啊 什麼幹什麼的 就去就診 然後去就診了 然後就怕是沒什麼小事啊 就把他擦擦擦 後來越來越嚴重 又再去複診什麼的 然後後來就想說 這裡面可能要動一些小手術 那就把他手術了 結果咧 後來越來越嚴重 到後來已經 因為他已經就診很多次了 然後醫院突然間告訴他說 你是癌症嗎 後來就跟這個醫院訴訟 說你當初為什麼這樣子 結果這個醫院啊 居然把他的所有的 包括他們的通聯 包括他們的什麼的就診紀錄 全部改了 蛤 對 為了打官司就 表示他沒有任何疏失嘛 那我這個朋友就含冤而死 那我這個朋友臨死前的那一天 他抓著我的手 他講說他不甘願 對不對 他知道 我這承諾的事情 我一定會做 我這輩子就是這樣子 他說 你一定要替我報仇 後來他跟我抓完我的手 講完那個話 他是流著眼淚講 第二天就真的死掉了 報仇是什麼 對啊 打一巴掌嗎 還是一手一腳 還是真的要把它怎麼樣 哇這個就 很難說 怎麼辦呢 對不對 那我是真的會做的人啊 那我要先搞清楚啊 你要我做 你那時候幾歲了 蛤 你那時候幾歲了 你那時候三十幾歲 三十幾人家叫你報仇 你真的還是會去報仇喔 你真的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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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派別人去是不是 當然喔 我沒說我會派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朋友應該講清楚 報仇要報哪一個 對 你要怎麼做 要怎麼報才算報仇 所以我 我透過了太多東西 包括我自己都跑去關落陰了 找不到人啊 然後問神佛什麼什麼的 結果神明阻止我 關聖地獄 從小拜關公嘛 關公告訴我 我不能不能動手幹什麼 沒有要你動手啊 動嘴巴就好了 動嘴巴 但是找到那個醫生 而且是不是就是打官司 然後打贏這場官司 讓他們遭受懲罰 打不贏的啊 那個法院已經判了嘛 已經判了 對 所以我到現在都還在 就是我還 還要報仇 我還在聯絡關落陰 一定要就是找人啊 就是關到為止 講清楚到底要怎麼做 我只能告訴那個醫院那個院長 那個院長 就是院長親自處理的嘛 你會有報應 對 百分之百 就詛咒他 那如果跟記者講呢 沒有辦法把這事攤出來嗎 就已經判了 人都已經死了 你還要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 而且他這個糾紛是這樣的話 有時候記者也很難出手 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說不定醫院沒有犯錯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 就講我 義氣的基本上是要公道嘛 如果我去查清楚 他不是這樣 你的朋友可能有誤會 其實他早就有癌症了 其實他不曉得 然後呢 醫院也沒有幫他做更進一步 也許這一塊 有一點舒適 可是 這樣子就要把他幹掉 或者怎麼樣 可能這個醜有一點 有一點爆得會有一點 當然他很不甘心啦 我知道 三十幾歲的生命他就掛了 他當然不甘心 但是喔 如果查得出來說 原來他裡面是篡改了 所有他的一些就診的 醫 就診的紀錄的話 那我覺得這一塊 應該要追究 當然要追究啊 因為你用這一塊 你才會變成好像你 你官司打贏了 是因為你偽造文書嘛 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有證據的 如果我們不相信司法的時候 當然 維持社會秩序 有另外一股力量 我常常這樣講 那這一股力量呢 就可能要出現了 就要出手 否則這種人不會得到教訓 所以 這是我的概念 當有這種事情出現的時候 你當然要出頭 一定要出頭 既然是你的朋友 對不對 你不要想說什麼 你晚上可能說 欸 你有沒有幫我處理啊 來個偷夢 哇 你哪裡受得了 對不對 你就一定 起碼你要去 可是比較實際的 是不是說 如果那個醫院賠償 讓這個家屬 可以得到一點 起碼他可以 起碼就是說 一般像這種 如果真的像說 篡改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他一定都是私下會 給你紅包 不好意思啊 不要再鬧了好不好 都是這樣 對 因為我那個時候 那個飛機也是這樣 人家有私底下說 所以飛機的故事 你可不可以再講一下 好 OK 有一次我們到屏東去 坐那個小飛機 結果它那個除冰套 就是那個螺旋槳的除冰套 滑掉了 除冰套就是一個 比如說螺旋槳外面 還包了一個東西 在這個邊上 它這樣一直轉 一直這樣 射進去 好像箭一樣這樣射出去 就射到我們的窗戶 窗戶破了 然後窗戶破掉那個是 張秀卿跟他的孩子在那邊 然後就破掉 那我們大家就嚇一跳 因為那飛機一直飛來飛去 降不下去 我就覺得很恐怖 我就看到張秀卿的小孩子 直接掉下來 嚇到這樣 在他旁邊很大 你說整個玻璃破掉 雙層玻璃被那個除冰套射進來 射破 然後我跟你講 太多的問題可以講 比如說除冰套如果打進來 插到人這樣子過去人頭的屌 或是什麼插進去 要不然就是說 它彈出去再打到螺旋槳 也是有問題 那還是要掉下去啊 所以太多的問題 那天我們真的很好運 就啪個玻璃破 然後除冰套掉到哪裡去 然後航空公司就一個人 來回機票這樣 陪個機票這樣 如果是你任何人 我相信那個時候很多人 我們都坐在飛機上 蠻多人坐在那邊的 對 我覺得很生氣 一下子他們給我們那個 到高雄給我們一個車票 到墾丁到哪裡去坐 然後到那邊去排隊 給我們車票去 我說你們在幹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小孩子 在那邊這樣子 你有沒有派救護車 張秀卿抱著小孩 那個媽媽抱著小孩 跑來跑去 找不到救護車什麼 就坐計程車自己去醫院 這不是一個 航空公司應有的態度 對 在國外我跟你講被告死了 可是我只能這樣講 因為我們在台灣 嗯 他很多問題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沒有先例可序 所以最後你還敗訴喔 對啊 所以他沒有做任何賠償 沒有什麼沒有 他說我給你機票 你自己不要的 是不是 對 我跟你講發生在我的身上 那我覺得說 好沒關係 我真的就到這裡 也是宿命龍 我覺得說老天 考驗我們 這個沒有讓我們掛 我們應該阿彌陀佛 OK 好就這樣 但是我相信就是剛才講 會有報應 會耶 真的會有報應 你這樣子欺負人權 嗯 判斷一個人是不是 你朋友的尺度到哪裡 比方說你來上 康熙上了這麼多次 嗯 然後如果小S跟我有難 找上你 你會覺得這個是 需要處理的事嗎 還是你會覺得說 我們只是工作的關係 好我跟你講 譬如說好了 最近有一個叫史馬克的 嗯 我跟他也沒有很熟啊 嗯 對 我第二次跟他認識我 我就叫他來我家玩 因為我覺得我要照顧外國藝人 OK 結果沒想到他在台灣待很久 大概十幾年了 我不知道 沒有我們 並沒有像我們這樣子 這麼多的 見面的次數 嗯 我也是說好 沒關係他現在出了這個問題 陳維銘第一個就打給我 因為他裡面有陳維銘的電話 可能第一個看到陳維銘的電話 陳維銘說 欸史馬克什麼 他就跟我講 我說好馬上就 來 先捐錢然後再發起 大家一起來 來這個 我覺得這不是 我覺得這不是什麼 我覺得這應該的 是 對有人做人 做得動的事情 對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人家 對不對 全部的 收入都靠十馬克幾乎 對 那所以說那你這樣 不幫他怎麼受得了 他們家哪裡受得了 兩個小孩子 對不對 高潔好像你們也碰過那個 就是 柯壽良的事情 是 底下是工作人員出選的第三名 飛越黃河 黑哥那次 飛越黃河那次 呃 我們台灣有 騎琴啊 我啊 趙船啊 林強啊 我們都過去情意相挺嘛 嗯 就是去幫他 起伏就是希望能夠 所以他飛黃河的時候 你們在幹嘛 呃 在底下 是他在底下 幫他加油 加油對啊 我們都在加油 我當時還是 還是拿著旗子 看風向的 就是 我這個旗子揮下來 才可以 後面的動作 所以你很重要耶當時 不曉得 他丟一個旗子給我 那你如果 緊張揮錯怎麼辦 我當 我當初覺得 我是有點緊張 因為 因為 風向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 飄的嘛 對 就是風太大嘛 那然後 在對岸 對岸要看到 我這個旗子 那這個 可以 他們才做一個進行 那一次我們 還有一些港星 一些藝人 都是滿 滿重量級的 然後就是 從香港飛到西安 西安是在陝西吧 那陝西我們到了西安 還要到湖口這個地方 湖口 大概要四個鐘頭的車程 那我看到那些港星有 張學友啊 譚詠麟 曾志偉 莫少聰 那 齊齊的老公是誰啊 任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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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他們一路就是 風塵埔埔這樣過來 我沿途還看到張學友 一路上這個念的佛書啊 嗯 就是在替他祈福 對 希望他可以就是平安的 很順利 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有看到他把那個佛書 那 當然 我看到 讓我最深刻的意思 依稀相挺 他們 不計酬勞 然後 完全沒有提到說 我會有什麼好處 那放下自己的工作 全部到那邊去 替黑哥這樣加油 對啊 或者說像香港有藝人被 真的被很嚴重的偷拍的話 他們也會 我覺得香港藝人好像很團結 會出來大家一起表示 團結他們也是看似的 那黑哥算是台灣的藝人 對 那我也想說 可能黑哥平常的 為人啊 也是 也很義氣 然後就是 在 在香港也 也有一番成績啦 對 那可能 可能也不難相處 所以 如果說金錢上的事情 你們會覺得 借人家錢 然後那個人還倒過來 忘恩負義 這樣就是 絕對的背叛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是已經成立了一半以上 我借你錢 你還要怎麼樣 所以高杰 如果你借人家錢是 就是不指望還 就是借 不要還啊 還是會追嗎 呃 假如他 真的還不出來 我也不會給他很大壓力 可是你會斟酌 就如果他明明有能力的話 就還是要催疼 對 所以有催到過嗎 我 我很少借人家錢 因為 因為 因為通常都是我跟你們借錢 太謙虛了吧 李羅你有被人家借過錢 是用槍指的嗎 好友為錢反目翻臉出賣李羅 好 好 現在要千萬四千多萬 你也揹走了 然後就抵著頭 要我再拿一千出來 槍指在頭不會很害怕 不要立刻求饒嗎 說大哥不要這樣子 我是不會幹這種事的 社會有個道理在的 你今天把我打掉了 你跑得掉嗎 有好多這種台詞 其實 如果你有被人家借過錢 是用槍指的嗎 我欠人家的錢 這個已經是 我現在外面人家欠我 還四千多萬 對不對 這種問題怎麼講呢 你有去催嗎 有的有啦 可是你要了解人家的情況 那沒有 你沒有你打擾他 也是沒有啊 那就再說了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挺他喔 挺他之後啊 結果 他把那個錢沒了 沒了之後 那問他怎麼處理啊 結果就約了嘛 約了處理之後 居然是 一大票人 然後 在一個房間裡 想嚇人就對了這樣子 不是真的假的 就 你也別 你也別走了 然後就抵著頭 要我再拿一千出來 你已經買這一套了 還要跟你要 這個我有遇過 然後那個也是你朋友耶 我挺好 而且還是叫得出名號的一個大哥 笑點 笑點 他那個笑子是完全的已經 還是要大哥 你真的 瞧不起他的笑子 對啊 看不起真的是 對啊 結果你真的又給他一千萬嗎 怎麼可能啊 可是當時 你以為我第一天出來了 那他槍拿出來 你怎麼脫身 大家講清楚啊 從頭不要動 大家講清楚啊 要不然怎麼辦呢 你態度還這麼鎮定喔 對啊 要不然怎麼辦呢 槍指的頭不會很害怕 不要立刻求饒嗎 說大哥不要這樣子 我是不會幹這種事的啦 社會有個道理在的 你今天把我打掉了 你跑得掉嗎 你跑得掉嗎 跑了好多這樣才吃 其實 就是 就是 放棄也從頭到尾 更何況 帶一個大哥 旁邊還帶那麼多人 人家心裡面也在看你這個大哥 在做什麼事 對啊 很丟臉 因為什麼 欠人家錢還不出來 那個弄個槍給人家 而且人家單槍匹馬 你一找一個 你找一缸子 還帶一個槍 不還錢還要跟人家 可是萬一那個人就真的不上道 他就可能真的要 可是喔 這中間當然還有其他的過程啦 一些他們的說法啦 一些局啦 總是有啦 反正後來這個事情咧 就是在 他知道黑的弄不了我了嘛 因為大家談嘛 對不對 他居然找白的 反正就布了一個很奇怪的局 就對了 後來這件事情咧 就也 也就不了了之 因為我也不想讓他扶上檯面 就不了了之 可是咧 問題是他現在也沒錢了 可是 現在又來找你是不是 沒有 他不會來找我 所以他不會還你的啦 這筆錢其實他也不會還你 他這輩子也沒了啦 OK 他已經不是大哥了嗎 他應該還有一些朋友吧 可能那些朋友把他當成什麼 我就不曉得 所以你 你都 你第一次人家開口你都要見嗎 你都不可以說我 我就是第一次也不見你 我以前從來不會推的 只要我身上有我就給了 我能做多少我就給了 要不然怎麼累積到四千多萬 可是現在是真的沒有了 沒有不是因為我沒錢 是因為我真的是 就是我 我媽跟我老婆連成一線啊 我連刷卡 禁止出 那個錢不准再出去 不可能出去 不可能出去就算了 我連刷卡沒筆都要講清楚 剛才李柔這樣一講的話 很多全年人都要來跟你 原來李柔是這樣 這麼好 可是他媽媽這樣會擋嗎 對啦 現在是 都是 我跟你講 男人一結婚都是這樣 就是 就是 以前是講媽媽 可是你不要鬧了對不對 出來男生說 我媽媽你幾歲 還講我媽媽 你不要鬧了 除非是講說家訓啊 幹嘛我父親我母親 OK 但是你到最後一定是說我太太 我老婆 你妹子 你嫂子 或是你弟妹之類的 就說沒辦法嘛 這你也知道嘛 我們就是 要講這個對不對 你嫂子或者你弟妹 不是吧 你不叫弟妹嗎 沒有就有弟嫂 就是在這 就是也是小 雖然是小 弟也是先把你叫小 可是還是尊重你嫂子 所以更尊敬要叫 弟嬸 弟嬸 所以你有在搞這些就對了 就是 圈內很尊敬彼此的東西 倫理 沒有一定 我覺得一定要這樣子 我覺得本來 可是問題是 我現在看到很多年輕人 他並沒有這樣 他不會對你這樣 對 我也不希望他對我 我只是說 欸 打一個招呼而已嘛 也不會這樣 沒有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完全還沒看到啊 他自己好像很轉很多啊 那你會立刻 手刀就下去 不會不會 不會不會 這沒什麼就是 說包子 就立刻把他拉入黑名 但不知道他怎麼有 對啊 不是 我說你臭屁個屁啊 蛤 會講這句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心裡這樣想 心中想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說 當然以前年輕會這樣子 以前真的是會這樣 錄影的時候 你是誰啊 我說我會跟他講你是誰 我就直接這樣 你是誰 我是那個 然後被人家這樣一弄到 一嚇到都會 欸 楊大哥你好 我是那個誰誰誰 那就你就知道被刀到 就這樣 你有這樣刀過人家喔 有啊 李佳穎 你家化妝師有看到榕翔大哥 進來會起來讓座嗎 好可怕 我剛剛腦袋一直在回想 可是我一看 他只有笑沒有說榕翔大哥這樣OK 沒有關係 你覺得笑就是OK 我覺得很寬 對 很寬 Range很寬 非常寬 沒有 就算你對傑哥笑 我站在前面這樣子 你這樣我會說 所以你也沒那麼嚴厲了 對 現在已經對自己是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這種妹妹 有的時候是怕生 不好意思 對啊 他不是要耍大牌 他就真的害羞 不知道怎麼打招呼 那你怎麼進演一圈 你一定不會紅了 你還在那害羞 你幹嘛 你不要鬧了 那個時代已經過了 現在主持人 現在新一代主持人 都是像小意思看齊 又美又會耍寶 又會有內涵 這是真的 我現在講的是真的 真的沒錯啦 你看 我也是蠻有禮貌的 我還不能講說 不要說你胖你就慘 因為自己就很胖 我也是蠻有禮貌的啊 對 我跟你講真的是 我的大哥都大哥惜 他跟大意思 那個時候這樣起來 就是我常常跟我身邊的朋友講 我說 你現在的女主持人 不是說你漂亮 你要會玩 會鬧 還要有東西 不然你講屁 你只有一個花瓶而已 我很多東西 從他這邊就是開始 他們這一代開始在改變 一直在改變 對啊 雖然你不漂亮 我連去停車場 真的馬上看到管理員說 這樣大哥太好了 你根本就是靠美色 在用美色 什麼東西啊 為了好友 龍翔不惜向黑道搶下 一桌一桌 一桌一桌 點了東西沒吃 然後也沒付錢走 然後就來撂話說 我們是那個誰誰誰啦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就講回去 你說我們是誰誰誰 跟誰誰誰 然後呢 你看他什麼樣想法 就這樣 摩來蛋 就這樣 如果你跟李羅兩個人不認得的話 你們要怎麼辨認彼此的輩分誰比較高 前幾年都還會計較這個 現在都不計較 現在根本就是出來就是 四個咖你就自己聊 不是咖你還看不懂在那邊 像我昨天就是去吃一個飯局 就在那邊旁邊有一個小孩子 胡說八道 一直在那邊我懶得 根本懶得理 你懂嗎 像你以前的個性你會怎樣 我說 可是人家講話幹你什麼事 你為什麼要在那邊鬧牌 不是因為我們一桌的嘛 他對我們講 他很吵 對啊 你在那邊什麼東西 小張什麼 對啊 你打電話給他 你打給他 你沒有的 我打 我通常會這樣 很有資金我就 我打 喂 你剛才講的人在這邊 馬上下跪 所以很多人是 用大哥的名字在外面招搖 招搖撞片 其實他根本不認識 不一定是說 大哥像生意人 還有一些在 也都是這樣 都是用朋友在交朋友 新聞界有一種 我們叫丐幫 我們稱為丐幫的 我記得大概十來年前 其中有一個丐幫 在市令分局的時候 然後呢 我就看他 因為他其實他沒有舞台 所謂丐幫就是說 他沒有舞台 但他也許曾經以前 曾經當過記者 可是他現在根本沒有舞台了 然後他自己就搞了一個 什麼名片這樣子 然後就在那邊招搖撞片 很多這種 那個時候 丐幫每一年9月1號 記者節的時候就會發帖子 請大家吃飯 發給李羅 發給榮祥 發給你們製作單位 發給學校 發給機關任何 然後就辦在一個地方 就吃飯 那每個人就要來 因為記者節嘛 名為記者節是來吃飯的 可是他就來送紅包嘛 希望來跟我們記者 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嘛 可是呢 那是丐幫做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剛剛 就丐幫亂發帖子 來A大家的錢 對 每一年9月1號的時候 所以現在沒有那個東西了 沒有那個東西 對 我們沒有聽說過這個東西 這是我講的是十幾年前 我們那時候 不過剛出道 所以我拿過一次 這個是 這個是很不良的示範 所以這是你的故事嗎 不是 還有別的故事 還有別的故事 對 可是要講的是一個 被民意代表壓迫的事情 有一個繼承的警察 他叫做山地 因為他很胖 跟榮翔啊 小號一點點而已 那很胖 藍姐 九側 你知道嗎 一百多公斤嘛 你大概一百三十幾嗎 謝謝我一百四十八 大概一百公斤左右 結果藍了 就有一部黑色的賓士車 酒駕就過來 也不停 就 就往那個山車就撞了 所以就斷掉 山豬大概飛了 大概有二十公尺 厲害 但是只有腿斷了好幾節 這樣 撞完之後 這個人呢 原來就是一個 一個民意代表的弟弟 開車的人是一個民意代表 里長的弟弟 那里長的關係很好 里長都是選舉的裝腳 里長就找了市議員 然後市議員就要來押這個案子 還讓這個造勢者 就先閃掉你知道嗎 就沒有酒冊 你知道嗎 結果咧 這個山豬被送到醫院去之後 上面的意思就是說 那就自己國無塞 所以國無塞就是說自己處理 認倒楣 自認倒楣這樣子 那 可是對他有多大的影響呢 他有很多的錢都拿不到 公家應該給你的一些 一些保險 因為什麼 好像自己國無塞 他 趕快 凌晨三點多吧 我還在睡覺 電話 我就接到 我說這個人怎麼這麼可惡 我趕快 就是我那時候在 電視台 所以就派我們的記者 但是我認為這不是 這沒有什麼獨家不獨家了 通知所有的 我在同業界的一些關係 所有的記者 全部都去了 壓力 你去找了民意代表嘛 結果咧 他這邊找了 找了新聞媒體 我們全部就抄 就把這事情 而且把那個人找出來 一地久冊 就一久冊 一指一測 他不是已經搞走了嗎 沒有啊 你給他壓力啊 就連夜立刻倒楣 因為媒體已經出來的時候咧 就要看到人了嘛 分局長也擋不了了 他就跟民意代表 所以說有時候警察很難為 他就希望說我們 你們最好就在這邊留著 好不好 你們出來 我們也好做事情 其實他們也很討厭民意代表這樣 所以 他就跟民意代表說 那對不起 你要把 你半夜三點叫得動這麼多 電視台記者啊 開玩笑 新聞啊 新聞媒體力量啊 你好有力量喔 不是 因為 同業嘛 會互停一下 對啊 我就說 現在這個什麼事情 大家應該要馬上去 我們今天最後一個故事 是榮祥的故事 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滿小的事情 霸王餐 對我覺得真的是一個滿小的事情 但是是因為說這個人是 也是我們演藝圈的同人 那他在 他在饒河街夜市呢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他在饒河街夜市開了一間餐廳 跟人家合資開了一個餐廳 那你知道就是 就是每一個夜市或是每一個地方 他都會有一些所謂的角頭 或是所謂的一些小孩子在那邊遭總 小孩子嘛 現在什麼時代了 保護費還有去收這種小店的 你知道嗎 要嘛就收大的 行情代多少 他們會要 不是行情 我根本不了解這種 我們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要嘛就是說大企業的 我們幫你為事或是幹嘛的話 你哪用這種 這什麼東西啊 你在那邊 可是問題是你 我們這個另外這位同仁就 演藝同仁就很害怕 他們不知道 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情 他們完全不了這次就開了一個店 對對對 他開了以後就是有很多年輕人 在吃飯 就是他那個地方很熱鬧 就一票的人就來了 就來就 一人做一桌 厲害 來這一套 就是那種爛哏這樣 一人做一桌 電影看多了 對 然後點東西 沒吃 那就已經在排隊了 人家都已經沒位置坐 一人點 一人做一桌 點了東西沒吃 然後也沒付錢走了 就這樣 然後就來料話說 我們是那個誰誰誰啦 這樣子 然後看怎麼樣 要不要出來談一下這樣子 關於這個店裡面的這個安全 這樣子 然後他當然就來找我 對 那個演藝同仁就來找你 對演藝同仁就來找我 你跟他是好朋友嗎 其實那個時候不是很好 就是只是認識一兩次 喝過一次酒 為什麼喝過一次酒 有一次就是說 因為我常常也是有酒湯很多 說欸 那個來來來喝 我也不知道 第一次喝酒 我就看到威士忌大杯 我覺得 喔 早到酒瓣了 三杯以後 人家要吐的時候 都會有前兆 他怎麼沒有前兆 突然就 就這樣去 你也去一下車的手 你就在桌上 我就覺得你這個人 傻你知道 我就覺得說這個人就是 是男生是不是 男生 他為我們就是覺得說 OK 我們算是他的前輩 把你當朋友 對他就 他就覺得說我 他不能喝了他也不講 就撐一個就吐了 我說OK好 我知道 沒有多久我就發現這個事情 那我就去處理 我說他講誰 他說那個誰誰誰誰誰 欸他講的時候 OK好 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講回去 你說我們是誰誰誰 跟誰誰誰 然後呢 你看他什麼樣想法 就這樣子 沒來當 就這樣子 要不然就來等 然後就沒來了 就講了名字之後就搞定了 就沒來了 再也沒來了 所以那個名字裡面有包括你的嗎 當然啦 有 有 所以我們可以拿你的名字 所以招惹狀片嗎 當然不可以招惹狀片 演藝圈的朋友 搞定之後他要謝你嗎 沒有啊 沒有謝了 有什麼好謝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那個 但是有請吃飯了 就說來吃飯 但是沒有什麼在意 這種有什麼好在意 就後來有變好兄弟是不是 很好啊 一直很好啊 對啊一直很好 所以他現在那個店 就沒有人去騷擾了 我後來就是他也沒有在找我 但是就是他也跟我講說OK了 兩位評審 今天那個 劉俊俠今天光環有點大對不對 怎麼辦 OK的 所以兩位評審你們要決定 我們最後獎金要頒發給哪位 聽完了這四位鐵爭爭男人 忠心義膽的故事後 你出事時最想找誰幫忙呢 我覺得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是呢 其他人藏了一些故事在口袋裡 因為他們已經做過一些不能講的事情 所以劉俊俠的事情比較容易講 好來 獎金 評審公認頒發給劉俊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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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應該會有那個觀眾傳真進來 要想說要怎麼聯絡他 真的 可以啊 我們希望幾位大哥 還是繼續幫大家忙吧 好 謝謝你們今天來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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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